高雄市行大在山区破获了违法大货车解体场 嫌犯利用隐蔽的山区铁皮屋来当作掩护 把偷来大货车全数拆解之后低价变卖 原警为了抓人还全部都躲在壕沟里 结果被蚊子盯成红豆兵 发现嫌犯踪影 原警立刻拔腿在山进小路狂奔 果然在隐蔽草丛堆发现临时搭建的铁皮屋 无路可逃的嫌犯两手一坛呆坐在路边 坦诚这里就是解体货车的大本营 因为嫌犯藏匿的铁皮屋四周还有公墓做掩蔽 警方为了抓人 在到二天躲进杂草丛山的壕沟守株待兔 镇上有好几个地方也被蚊子盯成红豆兵 将车子偷窃之后带着大批的解体工厂 然后到深山里面重置解体的工作 嫌犯自治无路可逃 把远景带到临时搭建的铁皮屋 果然搜出各式被拆解的零件 但嫌犯为了躲避追气 早就把引擎编号跟车身公司航号 全用黑漆盖住根本无法辨识 车子被偷了之后 他等于整个家庭都陷入没有经济的来源 甚至跟其他厂商签约的工程都没有办法进行 落网的嫌犯工程因为被警察抓怕了 这次才特别选在隐秘的高雄市大平底山区拆解货车 警方也在场搜出三辆偷来的大货车 但多数零件都已经被拆解 让早期的车主找车沉了大问题 最终玩家喜欢配音乐 告诉我们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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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